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内容 当然这个内容也是一个网友的要求 所以我才给大家梳理一下 就是借助这个事情呢 我们同时也能看清楚 像北京协和这种顶级的医学院 和我们这种普通的医学院之间 这种学生之间的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大 也希望各位普通的学生呢 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通过这件事情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呢 我说这个事情呢 是按照这个时间 进程的过程来去分享 中间呢会穿插着一些我的观点 那这个事呢 可能大家都听过啊 就是前两天呢 有一个新闻 就是小孩呢 这个上颚这个地方呢 沾了一个莲子壳 那这个莲子壳呢 他去中国比较顶级的医院 顶级的三甲医院呢 就被误诊了 那误诊呢 医生呢 当时那个医生呢 就建议可能要手术 然后并且这个患者呢 花了三百多块钱 挂了是这个门诊的号 我当时看到第一时间 我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关注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蛮正常的 当然我认为正常不一定代表它是对的 我只是说这种现象确实是经常发生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我本身可能对这些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了 正好昨天呢 我这个上网的时候啊 就发现又给我推送了这个问题 那推送这个问题之后呢 有不少的同行呢 就是就写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我看了这些同行的观点之后啊 我就想说两句啊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这个回答 写完回答之后呢 就有评论 这个就认到了 然后我的原回答呢 是大概就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从这边开始啊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 就是说我看很多人去洗 我的观点就是不要去洗 因为这里面这个医院也好 医生也好啊 就是做人医生 他肯定是有一些失误的地方的 就没有必要去为他逃避责任 其实我们医生负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对于医化关系也好 对于我们自己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也就是说你要认真 误诊这件事情啊 说实话是很常见的 有时候真的不怪医生 但是有时候呢 确实是因为你 有些医生他就是不细心 导致了误诊 那么这种肯定会让患者 这个家属比较 就是这个比较气氛啊 你看他这个家这个家属 这个小孩是一个11个月的 所以这个家属呢 经过这个流程之后呢 就对这家顶级医院不满 所以就写了网上就写了一篇帖子啊 也就这个帖子引起了这个效应 那有人就说我这个就会批判我的观点 说误诊很正常 我也没说误诊不正常啊 其实这个家属的观点也很明确 他在第一家医院的时候呢 也没有诊断出来啊 是这个莲子科 那你看通篇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家属对第一家医院有报 有怨言吗 没有吧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因为人家没有给你做一个明确的诊断 但是呢 这个态度也好 或者给你的这个解决方案也好 让这个家属觉得满意就可以了 所以他才会去到这个顶级的医院 那么在这个顶级医院呢 他花了300多块钱 一个号是很高的了 花了这么多钱呢 却没有得到一个想要的 就是答复 不一定是一个很准确的诊断 最起码你要给人家一个答复 所以我看到这个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家属说的也没有那么问题 因为我自己是医生 我也曾经做过患者 因为我能够体会这种心情啊 所以就写了 那么前面这一段呢 你看我说的就是 我说这个 这个正常啊 和对错是两回事情 对吧 你有误诊很正常 或者你不出这个不细心也很正常 但是他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对的 就像杀人这件事情 可能身边到处啊 就是经常会有吧 但是你不能说他是对的 是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我就说 解释 或者就是反驳了一些其他 其他人的一些观点 因为我主要是看到别人的回答 我才想的 然后这个 在回答别人的观点的时候呢 我第一没有提名 对吧 就是原回答里面没有提姓名啊 也没有 其实我 连这个当事人这个医生啊 就是误诊的这个医生 我都没有提 也没有上升到他的医德的层面 也没有说他人的 人德有问题 也没有说整家医院有问题 我只是就着这件事情说 哎 你人家花300块钱的号是吧 你要认真一点吧 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大 就是莲子壳 它迟早都会被诊断了 是吧 它又不是一个真正的疑难杂症 又不会要命 它肯定是 这次不行 下一次 可能他自己也有掉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肯定会有一个结果 所以本身这个家长呢 他生气就是生气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花了这么多钱去看的话 得到这个结果不满意 所以重点是在这里 并不是误诊 因为这种误诊确实是蛮常见的 但主要是人家觉得你这个误诊的过程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就就着这个说 还有就是看到有一些医生同行呢 就是为这个医生找了一些借口 我觉得这个借口呢有问题 所以我就写了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人说 这个门诊太忙了 然后没有时间去 去给这个患者仔细的做查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也是一个借口 因为这个患者呢 他花的是300块钱的这种特约号 那特约号呢 你300块钱就跟买东西一样 我买300的最起码我得值300对吧 而且一般来说这种300的门诊呢 一个上午它是限号的 都是要提前预约吧 就限制10到20个 那具体的肯定每家医院不一样 限号的目的呢 就是要保证这个诊疗的过程的质量 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人家花钱是吧 你保证质量限号 要不然的话 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无非类似于抢钱了 对吧 你收300的号 你质量跟10几20差不多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这个我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 有人说 如果说是一个莲子壳子 那如果医生很仔细的去检查 这个莲子壳子的话 这个种物它有可能会掉下来 卡住血管 卡住气管 导致这个患者的小孩的窒息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听起来是挺有道理的 但是里面呢 有一个逻辑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想 你如果能想到 它会掉下来 卡住这个气管 首先你要猜到 或者考虑到 它可能是一个义务 可能是一个东西 不是肿瘤 那如果说你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并且跟患者家属说了 那这个家属我觉得他是不会去 在网上再发这个帖子的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家医院的时候 人家也没考虑到义务 人家只是说 我们看的不一定好 你去更好的医院 那在更好的医院呢 医生说有可能是义务 那最后肯定能验证 他是义务的呀 所以这个家属 肯定也不会在网上去说了 所以这里面就有逻辑问题 所以就说明呢 当时作诊的这个医生 应该是没有想到 他是义务的可能性 如果说想到义务可能性 他才会想到 我去处诊 他可能会掉下来 卡住气管 是吧 这是一个前后逻辑的关系 所以这一点 我大致就是说了一下 对吧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出血的问题 因为有医生说呢 有医生说呢 这个如果过分的处诊的话 可能会导致出血 比如说 他可能是一个血管流 但是问题在这里 就是血管流的问题是这样 血管流的话 他是比较 表面是比较软的 对吧 他有血管病嘛 那比较软的话 他的奶奶其实已经摸过了 这个在他的这个患者的指数里面 还有跟医生这个对话的 这个对话里面都能体现 而且医生本人确实也 也用这个棉签去试了 试比较硬的 就说明不是血管流 他不会一碰就破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一般来说呢 这种容易出血的肿瘤 它可能第一呢 长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动脉的旁边 这个动脉贯注很大 那你在这个旁边如果说出疹 很粗糙的话 是有可能会破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肿瘤 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 里面的血管很丰富 那你碰破了表面 它也有可能会出血 那这个去出疹的 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 它肯定它不是 对吧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血 而且医生已经试了 没有出血 再者这个小孩 他每天在嘴里有好几天了 发现好几天了 舌头在里面动来动去 也没有出血的 任何出血的表现 这个在医生和患者对话的时候呢 也有体现 所以我觉得说 碰了以后怕出血这种 也是在找借口 因此就这几个问题呢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就解释了一下 并没有涉及到 这个医生的医德的问题 也没有说到 他的人品问题 也没有说医院的问题 然后这篇文章呢 因为写的比较粗忙 用手机去简单的 写了几句 但是这个评论呢 就有问题了 这个评论呢 一般的小喷子呀 就不理他了 上来骂人的也好 怎么怎么样也好 质疑的也好 就不说了 比如说这个 你是医生呢 在讨论医学问题的时候 连病例都不看 这个重点 我们后面会写这个病例 会说病例 然后这个也是 那么不看病例就开喷 等等 这个呢 然后说你怎么知道 没有用面前去戳 然后给了一个这个 这个患者跟医生对话的截图 然后后面 后面来看 看一个重点 就这个 这个人呢 是一个北京协和医学员 皮肤与性病学博士 他的这个评论比较尖锐一点 因为他本身呢 也是同行 所以我觉得他影响力比较大 我怕 大家可能 觉得他想的是完全对的 所以在这里解释一下 也就回复了他 然后呢 我们看他具体怎么说吧 看一看这个 协和 这个高等博士 他的这个水平 与我们之间 就我们与他们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第一个呢 他说一般远程会诊 对原始病例有疑问 合理提出要求 补充信息 说的没有问题 而不是下猜 我好像也没有下猜 然后而你应该 根本没有在网上看所有的资料 那意思是说 他应该是看了 对吧 然后呢 除了这个病例 这个事件还有一份家属的录音 评论区已经有人贴给你了 而且他也贴给我了 在下面 好 那我们暂时认为 他说的都是对的 然后事实求是 是伊德 开始上升到伊德了 不明真相前 不妄加揣测 是任德 说的是真的很好 你只是苏州毕业的博士 我们协和 接了这么多地方医院的病例 仅凭自己的猜测 拉踩通行 是业内很不齿的行为 写得真好 特别是最后一句 这个关于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大家自行去体会 然后关于这个他前面就反复的去说了 这个我就不找了 说你只是一个苏州毕业的 这说了不止一遍 那么我们就看看他说的 到底是有没有问题 他给我了这个图呢 看到我这个图是他给的 这个图 我们来看这个家属的对话 然后去核对一下这个病例 看一看这个病例和对话之间 到底有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小孩大哭 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应该是有人把重点给解下来了 他也觉得这是重点 那这个医生说呢 就问有没有出血 他就说没有 是吧 这个也符合我们之前说的 如果说一个肿瘤 他很容易在检查的时候出血的话 他可能再会有一些自发性的破裂出血 因为血管血供太丰富了 那在口腔这个地方呢 小孩吃东西也好 或者舌头的这个挤压也好 都有可能会造成出血的 所以这个医生呢 思路没有问题 就问一问 有没有出血吗 他说没有 没有了 然后这个医生呢 又问这个肿块的话 是有一个肿块 这个肿块长了几天 这也没有问题 因为看上去确实是一个肿块 对吧 然后呢 你要问一下这个肿块 发现有几天了 这也是正常的流程 然后爱人 就是他的老婆 小孩的母亲就说 我们发现只有一周 只有一个星期 那这句话呢 这句话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注意 因为你写腺病史嘛 就是你要问患者怎么说 你就怎么写 患者说发现多久 那就发现多久 因为他是当事人 哪怕他是故意的 说的错的 你也只能这么去写 这个就是腺病史和主数 至于他是错事对 那你在后面的鉴别诊断 或者给他下最终诊断的时候呢 你可以添加一些材料 来证明 来证明你的诊断 但他这么说 你要这么写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说呢 我们发现了只有一周 然后呢 这个小孩的父亲就说 7月15号的时候呢 他补充了一句嘛 7月15号的时候 看口腔还没有 社区医生看的 这个很正常 就是说 假如说一个人说 我们是一个星期发现的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人就补充 是的 应该没有多长时间 因为我们在7月15号 一个月之前呢 刚做完一些检查 还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医生就说了 是社区医生看的 你们没有看 没有 然后这个人说没有 那就不好讲了 你体会一下 就感觉是不是似曾相识 就像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协和的大大博士 跟我说话一样 对不对 就是你是这里的 我是那里的 我们 对不对 然后那就不好讲了 这个社区医院呢 没说 社区医院说没 那就不好讲了 那社区医院说没呢 他好像不太信任人家 对不对 就不好讲了 那这个颜色后面 这就不看了 然后呢 这个呢 他确实做了素整 用棉签戳了一下 是硬的 不是软的 然后再往后呢 这个也说明 我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看到别人说 怕出血 那么这个证明是硬的话 那他就 就说明不是血管瘤 就没有出血的可能性 如果你仔细去检查的话 是吧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看重点了 这个医生就问 这个发现这个肿快才几天 就是问号嘛 然后这个 小孩的父亲呢 又强调 在7月15号的时候 社区医院检查还是正常的 然后这个医生就说 7月15号 那现在已经8月30号了 一个半月45天 所以这个就是他一个对话 然后这个实习医生呢 最后又补了一句 你是说7月15号的时候 还没有 这个实习医生挺好的 他还去确认一下 是不是在7月15号的时候 没有发现 整个一个过程呢 他给我的这个证据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再看一看 他们在说的这种病例的重要性 看病例呢 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个原版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小孩家长写的这个原体啊 好 然后这个病例前面我们就不看 大家可以自己去去找一找 我们直接看啊 这个顶级三甲医院给的病例 这个儿童医院的病例 儿童医院的病例呢 跟患者 就是跟医生的对话是能吻合的啊 你比如说他在 他是 他的祖数就是发现恶部黑色 包括一天啊 时间是呢 8月26号啊 也就是说可能是8月25号发现 然后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顶级三甲的这个 这个病例门证啊 一定要看标题啊 就看东西 看材料一定要看这个 的确是他的病例啊 不然你别人的病例拿过来 那肯定不合适 对吧 我们看了 祖数 左恶部总块发现 啊 这个 左恶部总块发现45天纠正 也就是说 很明确是吧 他这写的没有意义吧 啊 就是这个东西发现有45天了 但是我们刚才从 医生跟患者的对话 能体会到他是45天吗 能得出这个结论吗 得不出来 那我问这个 协和的这个大博士啊 他也没给我一个解释 啊 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解释 啊 还有其他人 那些反驳我的 我都问他了 他们也没有解释 我不知道 其他的协和的 高等医学生们 你们 有没有什么能够解释的啊 就是解释他比较合理 反正我们这种普通医学院的人 认为这个写的是有问题的啊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 然后 然后宪宾室呢 是45天前发现左额部总块 逐渐增大 过来就证 逐渐增大 我们前面没有看到 不管他了啊 但是是不是45天前发现的呢 对不对 这个我们已经很明确了 人家这个小孩的母亲说是一个星期 小孩的父亲说呢 7月15号的时候还没有 而且呢 小孩的父亲确认是这个社区医生看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 他这个45天是怎么来的 只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医生说了一个 7月15号到现在8月30号了 一个半月啊 45天 所以他在这个病例上就写了45天 这个也不成立啊 那哪怕是社区医生发现他 如果说社区医生发现他有 那你可以这么写 而且小孩家长也说 是一个一周啊 所以儿童医院的病例也能够确定 为什么就偏偏到了这个 这个顶级三家以后 前面小孩家长说的不信 社区医院说的不信 儿童医院的病例也不信 就偏偏信自己的这个主观的判断呢 再一个我们就哪怕他们说的都不对 哪怕就是这个 这个病例是对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 或者再自己带入一下 假如说这个孩子已经 上面有个总物都发现45天了 这个小孩家长能不着急去解决吗 可能都已经跑了很多家医院了 而且这种义务 它是不是有时间越长 是不是掉下来的可能性越大呀 能有这么久吗 这个家长肯定很着急呀 如果做过父母的可能都知道 对不对 哪怕不做过父母的 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总物拖到45天吧 所以你说这份病例有没有问题呢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们普通医学院的学生认为是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这个协和医学院 有没有在协和上的 可能协和的这个学生都比较 热爱学习可能不太上网 或者上网就是指点江山 你看这些的 他们协和 我们协和 你们协和 那我就问问你们协和呗 你们学生有没有 有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是整篇整个视频 也是我想说的重点 就是说这个病例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作为医疗的都知道这个病例只能做一个参考 你作为医生来说写这个病例一定要去仔细的去甄别 还有就是诊断的时候不能指或者别人评判这个过程有没有问题 也不能只看病例的 因为你比如说有些人是打架的吧 那打架的他过来主厨 他肯定会夸张 或者会描述一些他没有的症状 对不对 那你医生只能如实去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这个病例难道就一定真的吗 这个患者本人可能在撒谎 对吧 还有呢 有的医生没有检查到 还有一些检查呢 本身你就瞄一眼或者轻轻的弄一下 和你仔细的去做一些甄别 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像这个肿物一样 如果说这个医生脑海当中 他有这种义务的概念 他考虑可能是一个义务 他多检查一下 他可能就已经结果就出来了 因为为什么呢 可疑呀 你想这个肿块 如果说真的像他想的一样存在了45天 其实他已经怀疑 就是他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就是像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 去写了这个病例 所以他认为他确实是一个肿瘤 先入为主嘛 我认为是一个肿瘤 所以你这个不可能就一个星期才有的 一个星期 一般的肿瘤不会长这么大 长这么快 可能是已经45天前就发现了 然后社区医院没有发现 他是这样去代入的 你说这个诊疗过程和思路 这种思路符合临床的诊疗吗 不符合呀 所以这个病例有没有问题呢 它肯定是有问题 最起码大家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45天的问题 和医生的对话 还有就是常理 你都解释不过去 以及和这个其他医院的这个病例 儿童医院的病例 能够对上吗 对不上的呀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喜的 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 我说这有什么好喜的 就是没有去认真的去给这个 患者去好好的做一些查题 如果说你查完题以后 真的好好查了 是吧 你误诊就误诊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这个家属不会去有这么大的火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家属是怎么说的吧 赶到了之后 这是我们对话的整理的记录 然后整个过程很不愉快 第一呢 在检查的时候 这个医生呢 很粗鲁的掰着小头 小孩的头 吓了小孩大哭 那你想如果还有人解释说 这个给小孩检查小孩不配合 你都给他弄哭了 他当然不配合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给他一点耐心 是吧 然后这个我就不做评价了 然后后面的什么 这个自大呀 什么对乡下医生社区 医生公众的藐视 以及我是乡下的 这个前面大家也能看到 通过这个过程也能看到 这个患者本人家属 肯定是没有撒谎的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 你看这个态度就不说 最后一个就是可以忍 但是呢 这个医生呢 没有根本没有仔细的去做 没有检查小孩 口腔的包块 盲目的自信 是吧 这个我觉得说的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人家花三百块钱 换来的是这个结果 当然不满意了 是吧 你检查的时候 就像我说的那样 你仔细去做一些甄别 这个物准率自然就会下降 好 那么我们再接着说下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协和的这个 协和的这个就说到这吧 他还有些其他的评论 就不找了 就不给大家找也找也行 看一看 好在这 就像这个人一样 因为这个人当时他 我刚写完这篇文章呢 他就回复了 有没有可能被家属误导 我觉得他说的是 是有道理 因为他人家是外 外行嘛 对不对 问这个问题 我说没有太大可能的 没有可能 因为这种相对来说 体表的肿瘤是比较表浅 容易促诊的 所以说和家长描述呢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就是你仔细检查这个东西 和家长的描述 关系不大 所以这是我当时就是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对不对 有问题吗 大家看有问题吗 可能普通医学院的学生 认为没有问题 对吧 那我们再看看后面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为什么没有误导 然后这个人 这个大学和的这个博士就说了 一个搞泌尿的博士都没毕业 别说11个月小孩的口腔总务 我电脑里随便给你整三个成年人 暴露的位置 你给你处 你都分不清是肿瘤 还是义无反应 见得少 口气还挺大 有口气吗 你 还有你哪个医学院 这个口腔粘膜叫体表 把这个体表给大家道个歉 这个是我是说错了 因为当时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在文章里面打了一个比方 我说比如说背部这种体表肿瘤的话 你去处整 你最起码要感受一下它的质地 你不能眼睛看到它 还凸出来了 就去判断 而是你要去摸一下处地 质地 然后看一下活动度 是吧 就是说这种可以处得到的肿瘤 那这个口腔 你可以让它口腔粘膜 对不对 但是它是可以处得到 小孩的奶奶都可以用手摸得到 这个医生也可以用棉签直接去感受 那这种我 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体表 那我是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生母肿瘤 比如说 像这个支气管里面的肿瘤 异物 那这种东西 你用手不可能碰得到 那你只能借助于很长的这种工具 而且你肉眼不能直接看得到 就它的大小 都不是特别的形象 因为这个镜子 它是有放大的 比如说很小的一个东西 在镜头下面感觉就很大 然后你又不能直接去碰它 这个力度 直接的力度都感受不了 我是相对于这个来说 所以说我说这个比较体表 然后它就开始攻击 然后就是做这个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算我博士没毕业 和博士毕不了业 两回事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博士不毕业 不毕业就不能发表言论了吗 我也是这个住院医师 已经过去了 还有就是大家 普通人都可以发言 我作为一个业内人士 我说两句话 也要被这个高等协和的去压制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有点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我当看到他这种言论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觉得 这个协和是 这几年我是不是没有关心 这个医学院的排名 协和是不是已经排到了这个全球第一 还是说这个人本身呢 他有重大的医学突破 可以预定某一个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了 我也搞不清楚 后来我看了一下 好像这个全球一些医学院还是挺多的 其他的我就不看了 然后这个什么半吊子 这个要会诊要看病历 这是他说的 那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病历如果写的有问题呢 那他就说实力不够 猜测来凑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说 但这种对事实不清 就踩着别人标榜自己的医学生 相当看不起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已经更新了 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说你是不是看不起自己了 你写的是不是有问题 你是在这个病历 是吧 你老说病历 病历就写的有问题 你是不是不分诗词 然后他就开始转移话题了 然后他给我发了图 这个图呢 比较这个暴露啊 都被都被自动屏蔽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你告诉我 你慧眼告诉我是哪个重瘤 然后就开始讲 就急了呗 对吧 然后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事呢 大家来评一评 协和这个问题呢 当然这个如果说是协和的这个学生啊 老师啊 不要生气啊 我没有针对整个学校 说实话 我还是蛮佩服这个协和的 因为协和 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啊 比较重视医院 比较重视科研的环境下 协和的临床质量 一直都是number one的啊 这个不黑不吹啊 确实是这样 当我们说的是协和医院啊 这个医院 至于这个朋友的什么协和皮肤病研究所呢 我不了解啊 不了解 他在南京啊 不是北京协和医院啊 也不在这个北京协和的本部啊 还有就是在协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协和呢 他们有一个肾脏 应该是在标本馆 或者是在孝氏馆 有个非常有名的肾脏 那这个肾脏呢 我记不清是梁启超还是康有为的啊 反正就是有一个这个名人的名人的一个肾脏 为什么会把他的肾脏放在这个协和的孝氏馆呢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这个人的诊断是有肾肿瘤 还是死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病啊 还是这个肾的其他的病 然后就需要手术 然后这个协和的医生呢 就说我给你把这个肾切掉就可以了 换肾切掉 当时呢就给他切 没有想到呢 这个各种阴差阳处啊 就把正常的这个肾脏呢 给他切掉了 那个换肾呢 留在了井内 那协和为了以此为鉴呢 就把这个正常的肾脏呢 作为标本 以警告后世的这个医学生和学生啊 所以这个协和的精神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很佩服的 跟这位协和毕业的呢 可能他没有去参观这个校使馆啊 就是面对一些错误呢 就是一直 先是强行解释啊 然后呢再去 转移话题 然后最后又怎么怎么样 我也不管吧 这个无所谓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 这个伪装比较好的喷子啊 这个人呢 他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 他呢上来就甩 甩一个英文的文献啊 就感觉这个 非常的客观啊 非常的高大上 然后来了一句 这位博士大主啊 参考一下文献 查一下文献 对你来说很困难的吗 你一个博士就这种水平啊 就上来 二话不说啊 先给你来个帽子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已经回复他了 而且要在这个补充的整个全文里面回复了 我是 我是说的是什么呢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这个问题他记得非常好 就是说 我们人遇到一些不会的东西的时候 要查资料 但是很可惜的是呢 我不是那位坐在门诊里面 收300块钱给别人看病的这个医生的 对不对 那 那你这个文献是不是应该给他看呀 告诉他 这种东西的误诊率比较高 那这个误诊率有多高呢 那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回复性的系统分析啊 大概是32例 这个上颚硬物的患者啊 有24个吧 有这种这个误诊 就第一时间误诊 当然这个肯定后面会被确诊的啊 那其中呢 有有大概是 呃 20来个是这种塑料的圆盘啊 塑料的这种盘形 那具体怎么被误诊呢 我们是不得知 因为它就是一个统计的研究啊 那统计研究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不可能完全以统计作为标准 就像有经验的医生 他肯定要比没经验的医生呢 他的误诊率 总体误诊率要低 对吧 这个大家公认吧 还有一个呢 如果说你认真仔细的去检查呢 就同一个人啊 认真仔细的去检查呢 比不认真仔细去检查 误诊率呢 也低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呢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同学呢 他 他也是一个学医的 我点进去看啊 那这个同学 他给的我这个文献呢 他人家只是一篇文献 只告诉同行啊 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 呃 一些医学知识 这种情况呢 上额义务啊 就如果你看到啊 可能是 就上额的一些总块啊 它可能是一个义务 不是真正的肿瘤 它就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就是让我们同行呢 去引以为戒啊 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这一篇文献 是应该我看 还是应该 还是应该给那个 坐在门诊 收300块的专家来看呢 是他是看病 还是我看病呢 对不对 我就想问这位网友 呃 你这个也算是医学生 对不对 你觉得是谁应该看呢 他一直不回答我这个问题啊 他老是觉得 呃 他老是觉得这个 我没有去看文献 是我的错 那我就想问问大家 或者问问协和的朋友 问问这些顶级医学院的朋友 你觉得谁应该看呢 然后我又说 我说这个 这种东西 它不就应该是提示 你有误诊的可能性 所以让你小心啊 你要减少这种误诊率啊 所以我们大家才能把这个病的 更好的看起来 减少这种误诊率 因为我分享数据了 就像这个叫 这就叫经验交流 对不对 我把经验分享数据 就告诉其他的医生 你遇到这种情况要想到 这不就有文献的意义吗 他也不应该给我看呀 我又没做误诊 对不对 然后再一个 你说这种文献 如果拿来做这种解释 如果你由于一个医生 是不认真 或者不仔细导致的误诊 你拿文献告诉别人 这个东西本身就有误诊率 来解释 我觉得他本人可以拿 毕竟是有单子恩的 对不对 但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你拿来去给他去解释 我觉得这是脑子有问题 你知道吗 不是这个人家的问题了 对吧 好 然后我再看一个 看一个就不看了 这是我给那个 协和博士写的五条回复 还有一个呢 他说这个 不看病例就是开喷 然后这个我其实前面 已经解释过了 因为病例 我一开始就考虑到 它可能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做过都知道 特别是 就是你做过医疗行业都知道 你写这个东西 它是患者的一个主观描述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些你可能没有检查到 这个医生呢 他在写的时候 都是模板嘛 有的都是模板 直接填进去了 可能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这个也就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想说的 就是后来 我有补充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 说实话 没有什么好去 好去给他找理由的 因为你越找理由 你越认识不到 这是一个问题 就像就像他那个 同学搞贴的文献 人家30多例 还有10来10例 10例是这个 10例也好 或者其他的也好 他没有找到的 他没有被误诊啊 那你为什么不像 这一部分人去学习呢 而且这种三分之一的概率 也不算是低概率吧 再者就是这个医院水平 那有可能 那些误诊的里面 有很多垃圾医生 对不对 水平不清 那你像这个什么亚 在中国也是排名比较顶级的 顶级医院里面的顶级医院里面的顶级医生的物诊率低一点不很正常吗 要求高一点不也很正常吗 那如果说这个要求都达不到的话 我要达到平均的水平或者平均以下 比如说物诊率三分之二 那我要属于那三分之二里面 你这三百块钱花的确实不值 这是一个 就算你在那三分之二里面 没问题 因为你遇到这个情况可能更复杂 这也好解释 但是为什么对患者的态度也好 或者整个一个流程也好 这么不认真呢 那患者本人都说的是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呢 这个也明确的回忆 社区医院呢 在一个多月之前检查还是正常的 儿童医院呢 也写的是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时间也是刚发现的 为什么就在你这里 非要认为它是在45天前就有了呢 如果说献病史都不能这么去认真的去写 你的写的病例 只是往自己主观上去靠 那我就问你 你这个检查 你这个查体能注意到 能够想到 或者有思维 想联想到它有可能是一个义务嘛 你一旦想到 那你的检查就有针对性 因为假如说我想到它是一个义务 假如说就像那个同学一样 你看到这篇文献 那我考虑到它是一个义务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要在这个正常的位置 那我不碰肿瘤 我就碰这个莲子壳的旁边 跟正常的交界处 正常的这个口腔黏膜 我去往下按一下 有可能这个莲子壳里面的负压解除 空气一进去掉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呀 但是你如果没有想到的话 你可能不会碰它的边缘 不会碰正常的位置 你只会碰这个莲子壳的表皮 那你上去插一插 滑一滑感受一下 那跟你再仔细的去检查 结果可能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这有多难呢 如果很难的话 为什么第二家医院就很简单 那有人说到第二家 它该掉了 该掉它不还没掉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可喜的 这个是我的观点 它就是在就诊的时候 没有对这个患者很认真的负责 那从患者本人的这个描述来看 也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吧 而且我们的证据前后都能对得上的 就是人家描述这样 儿童医院的病例也是这样 为什么就到你们这里 这个病例 阻塑 建民室就不一样了呢 到底是谁有问题啊 好吧 今天这个 关于这个分享的就到这里吧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如果说有人觉得 我公开的去写这些东西 或者在这里面提名 那不好意思 是人家要求的 你看这个评论 就是让我去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叫什么 给他理一理 那我就理了 你到现在他们 还是在去找一些其他原因 说我 特别是那个叫什么 大协和的 还给我发几张图片 让我去鉴别 有意义吗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是因为这件事情 做的讨论 因为你告诉我 我不看病例 所以我才告诉你 他病例有问题 现在事实摆在面前 他们就不说了 还有就是 带有的一些讲话 是吧 我们怎么怎么样 你们那里都没有 跟这位医生不是一样的吗 好吧 我觉得这个少一点偏见 少一点傲慢 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今天就到这里 那么 Bernard 这个正确是